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铃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扭扭车 平衡车过去几个月经历了寒冬 现在市场是否有回暖 哪个国家需求量在上升 销售平台的数据如何 销售价格有什么变化 WeLive给大家挖掘出这些数据可以参考 这是扭扭车 平衡车 Hoverboard 这个词过往一年 在谷歌上的购物搜索数据 去年4月份同期 牛扭车搜索指数基本上唯一 就是几乎可以忽略的意思 去年7月份开始快速增长 10月份开始爆发 12月27号搜索量达到顶分 超过100%的增长 从1月份开始回落到4月中 搜索度并没有明显的增长 指数维持在相当去年10月中旬的水平 不过在4月底到5月初开始 有上升的趋势 平衡车的需求国家来看 最大市场是美国 其次是荷兰法国 原来英国才排名第四啊 消费者除了喜欢 soul hoverboard 还喜欢soul segway 作为平衡车的鼻祖的 sugway 在国外消费者脑里 已经成了平衡车的代名词 所以搜索segway也并不奇怪 同时还有很多人搜索 cheap hoverboard 最近三个月的牛扭车需求数据 2月至4月的搜索指数来看 三个月需求没有明显的大幅度增长 其中搜索高峰都是在周末两天时间 从购物需求市场热度来看 前三名没有大变化 但值得注意的是 德国的需求增长超过了英国 排名第四 从网页搜索频率来看 奥地利搜索的频率高过了美国 一些欧洲国家的搜索频率在增长 上图是YouTube视频网站上 关于牛扭车的相关关键词 搜索热度 说明观众喜欢看的是牛扭车的恶作剧 和其牛扭车摔倒的内容 来自eBay平台的销售数据 不同国家站点的平均零售价格 去年12月份每天的平均销售量是1000以上 1月份开始回落 到现在平均每天售出的数量也就四五百左右 但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数据是销售价格 圣诞节前的销售平均价格还在250美金上下 1月份开始大规模抛货 价格已经去到150美金左右 4月底的抛货价格已经接近100美金 平台上美国市场的价格已经烂到骨髓 根据数据来观察 从1月到4月 扭扭车海外市场并没有明显的增长变化 不过在4月底开始 欧洲和东南亚有上升的趋势 总体需求度维持在去年9至10月份相当 但是公模价格已经是烂得不行了 以上数据分析来自网络和数据分析工具 与真实数据可能会有偏差 只做参考 如果大家有更多更有价值的数据 欢迎提供